繼續來到一碗湯 象山遊客中心 是國內外出名的景點 但是這個 清水無白面的設計 所以不讓小孩 動作是滷滷地玩 雖然的腳就是糟糕 但是完全沒有環窗的地方 小孩這樣玩 也有一點危險 有一個在地鄉前面一直走 然後就坐下去 坐下來 旁邊有兩個小孩 也是一樣的 這是我們到一碗湯 象山遊客中心 這種建築物是 日本建築書團隊所設計 在2012年 在台灣建築獎中的領獎 想不到 這些孩子 竟然幫他動作 出流浪 雖然阿民幾大片 都是糟糕 但是因為這種建築物 他們是要讓人玩的 所以不像出流浪一樣 有破這個軟糕 旁邊雖然有出道 但是沒手法 這點是完全沒有 方後湊齊 剛好有一個通道 所以這個有一個缺口 所以遊客就 興起就跑上去 就跑下來當溜滑梯 一碗湯 國家風景管理處 聽這個消息 也不敢相信 不知道說今年有幾何會 爬去上面這樣算 他說會 加強順路 如果發現 一定會出來造成 也要讓家長要注意 他今天安全 他要發生意外 他要發生意外